一百零二年 約到了供應彩券 經銷商重新領選的時刻 有作為信託第二度接手經營的 臺灣彩券公司規定參加領選者 必須具備身心障礙 低收入戶 或具備原住民身份三種 身份其中一種 但是許多人看準彩券投資站的商機 組成不肖集團 到民間向符合資格者 用現金流的方式來收購身份證 意圖操作集體報名領選 增加獲選率 獲選之後就由該集團統一經營投資站 桃園採券經銷人員職業工會 就發現桃園地區 已經有一百多戶符合資格者 被這種方式收買 準備參加領選 桃園縣採券經銷人員職業工會 理事長說 臺灣採券在桃園地區 分配投資站數量約五百家 而不肖集團已經掌控了一百多戶 準備集體報名舞弊 多數符合領選資格戶 因為缺用現金而願意向集團配合 而工會只能宣傳也無從防範 財政部國庫署就表示 有訪查機制 盡可能抵制這樣的非法行為 國庫署原證表示 如果抓到投資站並非符合資格者親自經營 將立刻取消該投資站的營業資格 根據臺灣採券公司公告 第四屆公益採券經銷商零選作業 預計五月舉辦二十五場零選說明會 六月公開進行抽籤 全臺灣的公益採券 投資站將正取五千八百家 備取兩千九百家 而道高一尺 謀告一丈 財政部如果執法不從嚴 恐怕很難阻止不肖集團 用非法的方式謀取暴力 記者 台北市採訪報導